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1月中旬 四川省浪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董德和蒋洪川 在反复琢磨一把虎通的U型锁 这锁虽不是直接作案工具 却是犯罪嫌疑人必不可缺的道具 用这个毛巾缠起来 换一个U型锁 来 现在尺骨这个地方 然后用这个蚝卵石 这样通过这个击打 造成它的尺骨的骨折 这只有警匪片中才有的场面 这锥心的疼痛 现实中什么样的人会甘愿忍受呢 那两个人长住一个人枪 这么大一个石头吧 就用力砸 砸在手上 那个锁嘛不是坨型的吗 半个石头就一个人半个锁装住吗 然后水在下面让它敲一下 敲一下一段 当时砸的时候很疼吗 非常疼 疼出一眼睿的 确实的麻疹不是都疼 然后过50分钟才脏痛的 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人 他们在讨论一种疼痛 他们讨论的这种疼痛 似乎很容易制造 但确实又很难制造 你一定被我说晕了 来 我给您比划一下 您看 这是一个U型锁 我用这个U型锁 控制住自己的手 然后石头一砸下去 就会产生这种疼痛 是不是很容易啊 但是我缺心眼啊 凭什么自己砸自己 或者看着别人砸自己呢 可是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就是对自己这么狠 大老远地跑过去 让别人砸伤自己 而且如果一次没砸好 还可以再砸一次 甚至有时候呢 他们每过15天的时间 就这么砸自己一回 他们为什么要自残 为什么要这么虐待自己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这一切呢 还得从2017年10月份 网上发布的一个帖子说起 2017年10月30号 四川省浪中市摩迪司机李师傅 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前不久两个年轻人搭车时 摩托车突然摇晃 坐中间的年轻人顺势倒地后 说手臂受伤了 经医院检查为手臂持骨骨折 两名年轻人向他索赔三万元 讨价还价后他赔付对方一万元钱 回家后感觉不对 看完帖子李师傅愣住了 他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当时还拍了视频 但是却没产生半点怀疑 看着视频 这个打着石膏可怜兮兮的伤者 换谁都不会产生怀疑 李师傅回忆事故的细节 确实发现很多疑点 为何乘坐他多低的人 明明可以走大路 却偏偏让他走小路 当时不是走这个路吧 路上他一下 我感觉踩在腰晃 弄头没倒子 一下就踩就倒下去了 倒地的小伙子疼得嗷嗷直叫 说伤到骨头了 要马上去医院 这就要倒下去了 躺着过来过去 马上嘛 后面那个小孩 小伙子不要拿手嘛 他不叫自己人去检查嘛 伤者自称小染 X光片显示 染某左手手臂持骨骨折 医院称要住院三个月 费用至少三四万元 听到这个消息 李师傅脑壳都大了 而正在这时 小染的姐夫突然出现 通情达理地给出了一个 短平快的解决方案 因为他那个姐夫跟我说 他在这个医院 今天事情都也没有 没有时间来照顾他 他说在他们老家是贵子的嘛 可以一百半块 报些这些费用嘛 小染的姐夫表示 看李师傅也不容易 只要两万元补偿 让小染回家养伤 让李师傅没想到的是 有一位张师傅也经历了 跟他相同的事 2017年9月份 有两个小伙子 让张师傅载他们去精神病院 中途却突然改口 说要去另一个地方 这两个小伙子 非得让张师傅 走他们指引的上坡路 那天刚刚下过雨 意外就发生了 上去过不晓得反正 我就感觉后面在晃 就是那个车 尾巴就在动 一下反正就倒到地上了 他就说 他反正就把手机 是把这个地方抓到的 就说痛 就是在喊痛 这时 另一个小伙子要求 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如果没问题就算了 然后我就带他们两个去检查 检查过后 一手说固执 说固执了 说中间那个话 他说就是这个位置 就固执了 还没等张师傅缓过神来 医院里又来了几个人 声称是受伤小伙子的亲戚 要求赔偿一万元钱 张师傅觉得 人是在他车上摔的 理应赔钱 但张师傅家里特别困难 一下子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可是如果让受伤的小伙子 他在住院 花费可能更多 人生说如果住院治疗的话 就只是要两万多块钱 对方的腹部过来的话 我们还要给 把他腹部的住宿 发炸起炸把的 张师傅连夜借来一万多元 给伤者回老家养伤 并签协议 伤者保证今后不再追究 直到看到网上帖子上 发布的内容 他才觉得不对劲 怀疑是遇到了碰瓷 于是几名司机一起到公安局报案 警方也觉得纳闷 这些人是故意的吗 有人会不惜被撞成骨折 来碰瓷吗 报案的时候是2017年11月1日 他们同时过来了三个设划人 三个设划人当时说到了 都有同样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 浪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手了这个案子 蒋洪川觉得 这很可能是多起人为策划设计的诈骗案 于是民警迅速前往医院进行调查 很多疑点逐渐浮出水面 我们在这发现扮演同一伙的伤者 这一伙人最近这一段时间 多次出现在我们这个医院的监控里边 然后发现当时一个是人都是同一伙人 扮演受伤的也是同一个人 这个时间很短 一个是可能前后不超过四天时间 那么他们不可能受了伤之后又受伤 所以我们更加去确信 他们应该是故意的 通过种种对比分析 警方终于给这几起单看上去是意外 但是联系起来看又过于巧合的事件 做了个定性 那就是两位搭车的小伙子 和后来来到医院提出赔偿的所谓的亲戚 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 这个团伙涉嫌碰瓷诈骗 谁能想到坐车摔下来 医院X光片检查都显示骨折 这也是一种诈骗呢 确实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这种新型诈骗在四川浪中 还是第一次出现 为防止这一类案件继续蔓延 当地的警方非常重视 浪中市公安局局长周拿云指示 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专案组成立后开始整理侦查思路 首先要弄明白这个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当时首先第一个没想到的是 他对受伤的这个问题是 伤是怎么来的 是会不会是第一起 摩托车是确实是一个交通事故 然后再骗了第二起 骗了第二个摩托车 想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为了弄清楚受伤者到底是如何受的伤 专案组调取了医院周边的监控 一辆可疑车辆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我们发现中间有一辆黑色的车 实际上一直停在人民医院停车场的 嫌疑人他们谈好价钱之后 片子拍完出来之后 那么嫌疑人就上了这样一辆车 上了这辆车 然后其他的嫌疑人把钱拿到之后 也上了这辆车 这辆车在伤者来检查之前就停在医院 犯罪嫌疑人检查完又坐着这辆车离开了浪中 说明这一切都早已有欲谋 专案组顺着犯罪嫌疑人租车的线索 发现在浪中附近几个地区 竟有几个碰瓷团伙在交叉活动 那么我们后面就以 这一个租车嫌疑人他为中心 以他的关系往进行进一步的筛查排查 发现团货是成员人很多 而且交叉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不停地变换 基本上随时都在外出 随时都没有在那个居住地带 那么有可能随时在外面作案 专案组在车辆活动过的区域 调取当地医院骨科的X光片 发现都有手臂持骨骨折的不同伤者 这几位伤者和浪中的伤者 虽不是同一人 但受伤部位均相同 受伤的部位是同样的一个部位 但是伤者的名字就完全不同 那么我们当时就怀疑 可能应该是有新的成员 参与了里面去作案 扮演这种受伤的人 专案组继续以租车人为中心 进一步对其关系往进行筛查 发现团伙头目是重庆籍男子田某 年龄30岁左右 十年前用类似的手法诈骗 被广东公安抓获 出狱后在福建厦门招兵买马 试图东山再起 其中一个嫌疑人 是以类似的手法在广东 才判刑出狱之后待在福建 那么我们怀疑他们的 作案的手法这些 应该是从他们传过来的 警方发现出狱后的田某等人 以正大前为诱饵 招募涉事未深的青少年入伙 并将其手臂砸断 专门找过第一碰瓷 团伙成员互相传授诈骗技术后 即转战到其他地方 分头作案涉及多个省市 2017年下半年 其中的一伙选择了浪中实施作案 作案的团伙虽然逐步浮出水面 但警方却不轻易打草惊蛇 他们在不停地作案 然后这种团伙成员在不停地流动 然后人员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引起了我们 各个层面的领导 都有一种高中重视 然后继续要求 一定要求深挖 发现他的作案 但是我们都还没有去抓他 因为我们他们的上线 还有一些团伙成员 我们还没有掌握 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 通过排查和研判 四川省浪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逐步弄清了这个流窜全国的 碰瓷犯罪集团的犯罪手法和基本情况 这个已经就出现在我们医院这个监控里面 出现了两次 间隔大概在三四天左右 都是带着一个伤者 这个伤者也是出现过了两次 然后我们把这个监控看完之后 就感觉这应该是一伙人 该诈骗团伙作案时 由伤者和一名成员 两人出面租乘摩托车 致偏僻路段 故意摇晃使摩托车倾斜或倒地 造成伤者受伤的假象 这个地方一个是 人 行走的人很少 如果是他的摩托驾驶员 不愿意到医院去拍片的话 他可以让他的同伙 迅速地赶到这个地方来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场所 假摔之后 他们前往医院 经医院拍片检查出骨折 此时其他成员 有的扮演伤者的哥哥或姐夫 出面谈判解决 你看几个人将摩托车司机 一起围坐 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说不行 他们过来帮枪嘛 就必须要赔偿 如果遇到不愿出钱 私了的摩托司机 该团伙就会对他们 进行威胁和恐吓 拒不出钱的 甚至还会遭到团伙成员导挡 或是摩托司机 交出数千元到三万元不等的金额 他们每做完一单生意 分一次钱 通过两个月的排查和研判 警方认为 合适的抓捕时机终于到了 2018年春节前夕 该犯罪团伙突然停止活动 从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犯罪嫌疑人 都准备回家过年了 两个团伙 他第一就是说目前都在四川 抓捕条件比较好一点 第二就是这两个团伙的人员 基本上通过我们的侦查 发现的话应该都在一起 2018年1月6号7号 浪中市公安局组织 30余名侦查员 奔赴四川内江等地 成功将以李某华 田某 江某 王某子 为首的碰瓷诈骗团伙 主要成员抓获归案 抓获碰瓷诈骗犯罪嫌疑人 30多人 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他们觉得很意外 他想的是警察会怎么知道 我们这个是骗钱 他就觉得这个很意外 在犯罪嫌疑人 汽车的后备箱内 专案组发现了U型锁和石头 审讯结果得知 这U型锁的使用功能 令人不寒而栗 拿两个人长住 一个人牵 这么大一块石头 就用力砸 砸着手上 那个锁不是脱衣性的吗 一个人把那个锁装住吗 然后水的下面 那个砸眼 砸眼的 但是砸得很厉害 非常疼 疼出眼泪了 确实是麻烦不知道他们 然后过五六分钟才脏痛的 池骨被砸断后 当天疯狂的诈骗就开始了 他们要求你怎么做呢 就是需要装装装装装就做的一样 方便他们做 做他们的事 一共做的差不多十多起 十多起 对 骨折了几次 一次 那是十多起是几天内做的 就是天天做嘛 天天做 对 就在开心灯跑 这个犯罪集团总算是被抓捕归案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但是警方在审讯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现象 大多数被砸伤手的那个受伤者 那个所谓的人肉道具 其实都是未成年人 小小的年纪不读书 为什么甘心去做这么害人害己的事情呢 我们再进一步想 他们到底来自什么家庭 为什么会参与诈骗 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 他们的经历 也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进行收看明天的道德观察 我是徐骏 我们见